过去半年,二手市场是一个月淡过一个月 整体二手市场明显进入冰河时期 根据土地注册处的资料 今年5月整体二手注册量接近5000宗 是自去年9月以来 即过去一年多市场最暢旺的一个月 但近半年整体二手市场持续淡静 上月紧陆2600宗成交 交9月份轻微回落 截至11月18日 月内紧陆得约1500多宗成交 换言之今个月二手注册量 好大机会会跌至不足2500宗的低位 较半年前的二手成交减少一半 假设今个月的二手注册量真的跌至不足2500宗成交 比起今年2 3月疫情第五波的严峻时期更为淡静 今年2月整体二手注册量亦达至2584宗 今个月的注册量很有机会跌至至2019年9月以来的近三年多的新低水平 事实上在加息周期下 买家入市心态转吹审慎 整体二手楼价持续回落 圣诞节长假期临近 随着旅游限制的放宽 相信今年圣诞节外游的港人细必较过去两三年大幅增加 预料下月二手市场比今个月更加淡静 而截至目前为止 今年至今二手注册量仅3.3万宗 较去年同期的5.5万宗大幅减少四成 按目前进度 相信今年全年二手注册量只会有3.6万宗的水平 势必跌至有纪录以来 二手市场最淡静的一年 市政反映多数人看淡楼市 对后市仍然乐观或许只占少数 目前部分用家 即使看淡后市 但随着个别屋远的跌价幅度已达一至两成 个别已跌至相当吸引水平 在现时趁低吸纳 用家是基于实际需要而入市 用家入市步伐未必会受市况影响 无论是上车客 换楼客 均会紧贴市场变化市机入市 淡市下用家有更多空间 寻找合适单位入市 傾城市水平 籍ucks出市场对小栋 大学cé